就是因为东京的大雪导致台日航班大乱 有大批的台湾旅客还滞留在成田机场 黄航及长荣就决定晋级调度客机 黄航表示增派空机由台北飞成田 预定的日本时间晚上七点半抵达 增派的班机也会载运复兴航空的旅客 而长荣也表示今天晚上八九点 也会派客机接回滞留旅客